作词 李宗盛 谁知道情依无价 能够付出不怕怀疆 任凭爱在心头挣扎 几般风雨几次牵挂 走在你身后矛盾在心头 狂热的心不见了 什么时候才等到你的温柔 而你已住在了我的梦 从未失去也不曾让我拥有 我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 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 从未失去也不曾让我拥有 我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 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 难说啊 这件男生的衬衫是我第一次做的 以前我就只给我爸做过一套睡衣 如果做得不好你不要见笑哦 你替你爸爸做是应该的 我怎么配跟你爸爸一样 我不能受 人叔 人叔 老夫人 刚刚出去的那个人 他姓田 叫田达仁 以前是我们的邻居 他姓田 对啊 我们都叫他人叔 你认识他吗 我只是眼熟而已 怎么了 是不是凯强有什么事 你真的很关心他 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 凯强住院以来 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最快乐的 今天早晨 他福建的时候 医生说他进步得很惊人 所以 虽然我曾经反对过 你跟他在一起 可是 可是现在 凯强在今日上需要你的鼓励 老夫人 我绝不会建议 你以前说过什么 现在 只要我能为凯强做得到的 我都不会推辞 如果我要你照顾他一辈子呢 我只是试试你对凯强的诚意 我相信你是真心地想帮助他 只要你尽量地使他快乐 等他病好了 我会付给你很高的酬劳 老夫人 我的真心 不是能够用金钱买得到的 对不起 我还有别的是要吗 没什么了 那就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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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是生命的花朵 妈咪 我想睡啊 晚安 妈咪 待会爹地回来的时候 继续帮我亲他一下好 好 慢 您还没睡 阿迪呢 妈 我说你们夫妻两个呀 不要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事业上 也应该多关心关心凯强才是啊 妈 我跟阿迪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在国外找最好的医生和新药 我已经找到了 比医生跟药更好的 是偏方吗 是你的女儿 不是这个女儿 是你另外的女儿 妈 您不会真的认为 雨晴对这场车祸要负责任吧 可是凯强现在需要的是她呀 可是雨晴 就要跟韦康结婚了 我去看过雨晴 而且我在她店里遇见了 董斌 董斌啊 居然还是一人默默的 在接近她的你 看起来 她比你有父爱多 妈 董斌一直是默默的付出 雨晴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 所以 您不会希望我拆穿 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妈 我求您 董斌就剩这点活着的希望了 我活着 也就是凯强这一点希望 我相信 你比谁都了解我的苦衷 你要帮助我 成全凯强的心愿 我不懂妈的意思 出称她跟雨晴 我的意思 不一定要她们结婚 只要在凯强精神脆弱的时候 给她爱 给她关心 可是凯强要结婚的对象 是那位伟小姐 只有雨晴才有这个能力 能够使得凯强的双脚 奇迹地复活 刚才你说的 雨晴要给伟堂结婚 你知不知道 凯弱喜欢的是伟堂 连我这个做奶奶的都看得出来 女儿都是你 你只为雨晴着想 就不为凯弱关心 面啊 你知不知道 那 呀 你 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可以转交 请问 尊姓大尼 何小姐 钟先生正在等你 喂 喂 这么多花 好 想不好变成花花公子 嗯 好香 这花是云云送的 打电话给云云 告诉她 刚才是护士小姐误会 你并没有不想见她 我是不愿意见她 不管我是多么地真心想让你快乐 帮你复原 可是我并不想影响你和云云的感情 更不会改变你要举她的决定 对吗 不对 帮我交给云云 这支票 想来想去 我不能把它交给韦云 也不能直接交给云云 只好麻烦你转交 这么比锯快 表示什么 是你对她的歉意吗 这是她另外一条生命 我希望她离开我这个残废之后 能够真正招得幸福 我希望她离开我这个残废之后 即使你现在 要云云离开你 可是我相信 你们将来还是会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一直都以为 你对她的感情只是怜惜 可是 在你心里早就爱着她了 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爱 才会那么担心拖累她 才会担心她不能得到幸福 请你相信我 像你这么值得爱的人 无论你坐在轮椅上 也无法改变 别人对你的感情 所以不论你在为云云安排什么 她都只会选择你 她都只会选择你 听你分析得这么真实 好像在亲属你自己的感情 不要避开 我不会接受云云队的牺牲 也依然不会接受云云 也依然不会接受云云 那好 我们来个君子协定 在你康复之前 我们不谈感情 你只要把我当成一个 特别护士 好不好 有这么菜的特别护士 不会打针 不会凉血压 也不会 也不会收费 就像我告诉你奶奶的一样 我不会接受她的酬劳 但是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绝不推辞 我奶奶跟你说了什么 她是不是就对你做什么 不合理的要求 奶奶为了我 永远都是这样 答应我 等我出院了 就不要把时间 再浪费在我身上 我是来送你去福建 让我跟她解释 好 好 谢谢 把这个当成桌面 我照样可以扳倒你 我没兴趣 等你哪天能够站起来的时候 我再公平地跟你分出个胜负来 照样说我也会狠狠地揍你 不要浪费时间 福建克胡子还在等你 我觉得你已经输了 为什么连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你都怕吗 我可以肯定解答你心里的疑惑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我一定会取云云 绝不会取雨群 一定会取云云 为什么你会用一定这么肯定的字眼 你爱云云超过雨群吗 你爱的根本就是雨群 你为什么要取雨呢 你到底把她怎么样了 是不是趁我去香港的时候 你欺负了她 放开你的手 记住 下午你再把我当成废物一样这样 迎过来抓过去 我会杀了你 我总可能不是个废物 你以为我是个已经没有反抗能力 不能再跟你竞争为对手吗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记得你认为我一无所有 只有依赖雨群感情而活的时候 你愿意把雨群让给我 而现在 是我把雨群推上给你的事 我的终身伴侣 就是这张轮椅 我爱他们两个 就不能拖累他们 让雨群出国去 让雨群嫁给你 不要送我 我自己过去 是凯香要你交给我的吗 他也不欠我钱 为什么要给我钱呢 他欠你的钱 他一定会还你 你对他付出感情的时候 也想过要他还你吗 我会为难你的 我会亲自还给他 雨群 你听我说 他越是担心你能不能得到幸福 就越表示他是真爱着你 那我举出他深爱你的证明吗 譬如 譬如说 你去医院看他 他不见你 就见了我 因为我也欠他的情 可是 我并不需要一辈子来照顾他 我只要帮助他 照顾他 早日复原 我就会离开他 永远地离开他 他仍然是你的 你相信我 总有一天 他会娶你的 而且 是离开轮椅 挽着你的手走进你趟 来 韦康 哥 你喝醉了 你们俩聊一下 我去接妈回来 韦康 我扶你坐下 来 我看你这双手 大概只会去扶仲凯强 他是个受伤的人 难道你也像他一样 时刻需要人照顾你吗 我没有受伤啊 我 合不下心娶你 有不愿意看到你们两个在一块儿啊 我 怎样被感情折磨 我倒不如到香港去替中间人拼命工作 还来得值得 我一向是怎么对你 你是知道的 要不然 我怎么会答应嫁给你呢 可是现在开枪 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他是不行的 没有铁鞋他无法走路 如果没有 没有你他会上次所有的生命令 我还知道 你现在是他的一切 他离不开你他需要你 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也就是那天我妈问你的问题 如果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一辈子就要在他身边 赎一辈子的罪 对 那好 我现在有新的决定 我们订婚 好吗 你连我刚才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回答 你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承诺吗 我要这么一个 敷衍我的未婚妻的头衔 不行 不行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凯强的承诺 在他还没有复原以前 我和他之间 除了友情 绝对没有任何感情 这些报告呢 是我们警方会同一位 英国汽车修护厂的计时 共同检查的 刹车系统呢 确实实现被破坏 好 如果说中心在发生车祸之前 就已经发现这个刹车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判定 这种车祸呢 是有人为的因素 开枪 开枪 警官在问 刹车原来就有问题 可是 没有人会明明知道刹车有问题 还是驾驶 这不合常理 你要跟警方合作 据实说出实况 这样才能澄清一切 如果说中家的人 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才叫违离常理 如果说 中先生真的发现这个刹车有问题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状态 我记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 我没有拖累任何人 现在受伤最重的事我 这不是很合常理 对不起 李警官 我侄子出了车祸以后 情绪很不稳定 希望你能谅解 好 那 对不起 脑袋不打架了 阿荣 送一下李警官 是 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怎么这样跟警方说话 黄总是要我跟警官说出实情吗 包括我九岁那年看到那可疑的人影 这是两码的事 却同样是说出来会让奶奶心碎的事实 那你是在指控 二十年前那个可疑的人影 二十年后刹车遭到的破坏 这一切 都 都是我在造成的 你别忘了 你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人在香港 uncle只要发号失灵就行了 不可能 如果刹车失灵是中先生造成的 那么 阿荣 中先生 就算你把我开除 我也要说出实情 至少 这次协助警方调查英国汽车会的技师 是透过中先生的关系由香港请来的 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是中先生派人去动的手脚 中先生会去邀请一个验车专家 来找出自己的罪证吗 如果你不信任我 不要说我从英国请来验车的技师 就算我用自己的生命来做保证 你也是不相信我的对不对 如果不是对uncle 还有一份信任 我早就不估计一切是调查到了 也不会把这个谜团 放到心里面二手 可是这一次 这一次 你决定报警调查 可是刚才你为什么不跟警方合作呢 我还没有完全残废 所以这一次 我决定自己去找出正确 如果最后 我证明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实 我会把这个事情交给奶奶去 不过 到时候我要跟安口分家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一个 时时刻刻威胁到我生命的人 生活在一起 好 钟先生 恭喜你了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不要忘了 要按时回来做复健 谢谢你 能不能回家 真是好消息 老李 你监督工人尽快地把所有的通道口 都改为轮椅 可以自由进出的 是 妈 老太太 孙小爷是不是明天就要出院了 嗯 妈 我已经把凯强的卧房 从楼上翻到楼下的客房 也让工人把所有的进出口都改过 以后凯强在家 可以自由地进出了 余姐 没你事儿 下去 好 如果我不是为了钟家的名誉 我真恨不得跟凯强一块搬出去住 您 警方已经证实了 凯强的刹车 是事先有人破坏的 是谁 谁这么狠心 对凯强下战了多手 谁知道 谁知道 我现在啊 是不防也不行了 可是 又是防不慎防的 凯强现在根本就没有防疫的能力 好 我要怎么做 才能保证凯强在这个家中的安全 我要用你的女儿 何雨晴来做保证 我不懂您的意思 这很简单 凯强安全 他也能安全 等我安排好了你就会懂的 等我安排好了你就会懂的 先生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 我爱凯强 跟你爱雨晴是一样的 妈咪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雨姐说 凯强的刹车是给人弄坏的 奶奶刚才跟你说什么 她是不是怀疑 你跟爹地 凯强 不要再说了 你怎么会说 你会不会线 你会不会还与她的精神 你会不会线 有点不断 他吃饭 你会温馆 李 星金 我们以后 媽咪好傷心 如果家裡有人要害你 奶奶一定懷疑是她的 以前你在家的時候 都對每一個人都好開心 現在你受傷 家裡每一個人都會笑 每一個人都不快樂 凱哥 你是家裡最重要的人 我們都好愛你 是不是 所以家裡絕對沒有人會害你的 對嗎 當然沒有人會害我 我剛才跟警方也是這麼說的 我說我煞車原來就有毛病 真的 凱哥等你好了回家以後 我們是不是又會向以前醫院開心 不過醫生有說 我還是病人 你的眼淚跟你的熱情呢 都會太刺激病人 對病人不好 哇 這熱情什麼病都會治好的 好好好 師父呀我叫護士 好好好 媽 玉姐 孫少爺馬上就要回來了 他等著吃你的拿手菜呢 都準備了嗎 都準備了 我載到廚房去盯著啊 其實啊 也不會準備太多的菜 凱強可能也沒這個胃口 因為 他住在家裡邊 沒有醫院裡頭有安全感 好 奶奶 嗯 待會兒凱哥回來 我們又要放鞭炮 我都準備好了 對了 凱月啊 奶奶這樣跟你說呢 凱哥回來啊 心情不會太好的 你不要再惹他不高興哦 知道嗎 嗯 孫少爺回來了 孫少爺回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奶奶 你不彎下腰來 我怎麼親你啊 哦 開家 奶奶 小時候我長不高 不都這樣親你了嗎 應該高興才對啊 我還是跟小時候一樣這樣膩著你 一點都沒變 對不對 對 我的開家 從小到大 他就是這樣套奶奶喜歡 一點都沒有變 拜拜 哥哥 小公主 我沒忘了你哦 這邊是留給你的 好好好 放開我 好吧 該減肥了 不然你會變成大神婆 嗯 艾迪 這些日子 公司裡的事情麻煩你 等你放心我現在回來了 而且 你哪兒不能亂跑 我會更專心地跟你學習 艾迪真的為你高興 你真的沒有變 不過 更像雅夫的董事長 開家 我是想說 快點好起來 離開輪宜 所以 不但台北的雅夫百貨是你的 台港兩地整個的雅夫企業 我都可以交給你 只要你能夠信任 航空 我已經回家了 我們應該像凱月說的一樣 一家人和樂又開心 對不對 對 恭喜直超野 你一回家家裡的氣氛都不一樣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老夫人笑了 我相信啊 你一定會完全康復 因為沒有你做不到的事 誰說沒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大概這個樓我就上不去了 開家 我已經把你的卧房 從樓上搬到樓下的客房 一切都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樣 孫少爺 你有什麼事啊 儘管叫我做好了 陳叔 我看還真的沒什麼事我搬不到了 對了 這是警方交給我的 要不安提替你處理 既然找到了你 就讓他們誤會原本的生命 好了 我們的懷疑儀式應該結束了 奶奶 該吃蔥乾了吧 你放心 全是你愛吃的 這個蠔油牛肉 芙蓉蝦 家常豆腐 秋針魚 不安侃強說的是不是真行嗎 這叫啥 這叫啥 這隻善良的叫人信他 請伯母幫我交給芸芸 你是向芸芸正式求婚嗎 我這個樣子 還能給芸芸幸福嗎 那這隻戒指你是要 就當作一個紀念品 今天我跟她結段感情 你們不可能在 如果我的腿不好 我這輩子就不可能結婚 不 你忍心看得芸芸 就像無止盡地守著我 我只好要跟蕭環 是嗎 阿康 這是凱強 送給芸芸的 點兒 這樣 給她送給芸芸的 哥 你不要管我事好不好 这戒指 是你车祸前准备向云 求婚用的是吧 那这支票呢 你为什么要送支票给云 我已经还给人家了 你就不要再追究了好不好 我当然要追究 如果这支票 是代表他对你的歉疚 我想知道他到底欠你多少 想用钱来弥补 我辜负了云一片深情 还有他 你不见我 因为 我根本不爱你 我真的深爱的 是我在香港念中文大学 的一位男同学 其实 我这次到美国 就是要去跟他结婚 我一直在开枪 在我身上 找那男孩的影子 就好像凯强 在我身上找雨昕的影子一样 这很公平 这就是那男孩写给我的信 他跟我求婚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有这个男孩呢 因为凯强发生车祸以后 我才做的决定 我想我当然选择 一个健康又有前途的男孩 而不是终生坐在轮椅上 拖累我一辈子的男孩 哥 你不要再围敌人家了 把他送回去吧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要不然 如果我的腿能复原 我会飞到美国 把你接回来 妈了解你的苦心 但愿你跟凯强 还能有结合的一日 凯强 凯强 曾太太 董事长是不是出院了 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班了 你是谁突乱闯啊 凯强 是我约她来的 你忙你的 里边坐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我一定要问清楚 你们仲家要雨晴做什么 没有啊 没有 我去雨晴店里找她的时候 刚好那个仲家的老太婆 也到店里面去 那个老太婆 连你都不是她的对手 如果她要算计雨晴的话 雨晴怎么应付得了 你老实说 你们仲家到底要怎么样对付雨晴 没有人要对付她 只是雨晴 觉得她对凯强的车祸内疚而已 这件事我听她说过 如果说雨晴有什么傻念头的话 你一定要阻止她 你总不能看着雨晴 进你们仲家 一辈子为那个残废赎罪吧 我是一个人 你们仲家可是有上下好几代 如果说同归于尽的话 我绝对够奔 你千万不要来来 我答应你 必要的时候 我会像你杀了前阵一样 牺牲我自己 我说过 前阵不说 阿斌 阿斌你怎么了 疼又疼了吗 你不要管 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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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家救个车 你不要管我 阿斌 到 Keeping 了 阿斌 火哪裂了 S Led 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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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要看 pues strike free 你是否ρι 你干什么 你把手无法问 正经计 谢谢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 请进 大夫 怎么样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朋友 根据我们电脑扫描的结果 田先生头痛的原因 是因为老肿瘤所引起 据我们初步诊断 田先生肿瘤的位置 是在脑部血管及神经的部位 所以我们无法以外科手术来治疗 只能尽量地以药物 来控制肿瘤的恶化 要是无法控制呢 那我们可能只好冒险动手术 不过手术成功率很低 可是田先生目前的情形 我想我们可以有效地 抑制肿瘤的增长 谢谢你 谢谢 主席大夫说 还有一些神经系统方面要检查 请您去补办个住院手续 好的 小姐 我要麻烦您一件事 待会病人醒过来 千万不要告诉他检查的结果 还有麻烦您给病人的亲戚打个电话 千万不要告诉他 是我拜托你打的 好 这是电话号码 麻烦您照顾他 那里 谢谢啊 何雨晴 这是我们店的地契啊 我想出国以后交给你保管 万一我到了国外结婚 我会把妈接过去 那个时候 这件店过户给你 由你一个人来经营 你要出国结婚 你不是去读书吗 我跟以前的男朋友重逢了 其实 我们一直很相爱的 你不是都爱着凯强吗 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 有什么不一样 难道说 是凯强的腿 不错 我想他的腿永远站不起来 所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我没有办法永远跟一个 坐在轮椅上的人生活 我还向凯强保证过 无论他坐在轮椅上 你对他绝对不会改变 我想 那是你对他的感情 至于我的感情 我已经跟凯强说得很清楚了 我会找一个比他强 能够给我真正幸福的男人 所以 下个礼拜我要到美国 跟那男孩会合了 祝福我吧 我好弄一下正大的决心 有一天 你要是嫁给我哥 或者凯强其中一个 我也会祝福你们的 那我先走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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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何雨晴 田达人 是任叔 是任叔 你怎么啦 怎么会突然住院呢 你怎么会来的 是因为护士小姐通知我的 我还以为是你叫他打的呢 对 是我叫他通知雨豪的 没想到让你跑了一趟 怎么了 其实通知我 我也会来啊 我也通知雨豪了 他下了课就会赶来看你的 觉得怎么样 其实 我现在头也不痛了 可是医生 他逮到了一个这一辈子 最恨进医院的人 所以就东茶西茶的 全都白费 我现在根本没有病 既然住院了 就好好检查一下啊 我决然一身 无亲无故的 就算是得了绝症的话 也走得毫无牵挂 谁说任叔 一个亲人都没有啊 还有我啊 你 你不是说 要当我的叔叔来照顾我吗 现在我先照顾你啊 对 你是我的亲人 所以雨晴 你一定要听我的劝 千万不要管钟家的闲事 钟家就像是胡考 你一进去的话 你一生的幸福都会葬送掉 可是任叔 凯强一天不好 我的责任 一天就不能了 还有 我答应钟老太太 要照顾她的 你答应她是吗 嫁给她残废的孙子 她是这样逼你吗 没有人逼我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我把你 我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女儿 我就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你 任叔 爸 刚才那位警官是 他是到我们家来调查 问我们家有没有人认识 被谋害的前证 因为他在他的住处 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小册子 上面有我们钟家的电话跟地址 可是 杀害前证的凶犯 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可是警方正确 那两个凶犯 罪证不足 已经放了 相反 董兵的嫌疑是更大的 妈 我求您饶了董兵吧 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当然 他的命是保不住 如果警方 有我这儿查处 他有行凶的动机 警方随时可以带你 妈 我要怎么做 您才能放过他 我等你很久了 任叔突然生病了 所以我去看他 走吧 我们去告诉凯强 我们的决定 凯强 雨晴明天开始 就要去接受 特别护理的训练 以后他要照顾你了 当你的特别护理了 我不同意 我也不赞成 许许多的温柔 带来一记得清凉 你的心 是我最爱的地方 像风一样 四处游荡 找个美丽的橱窗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像风一样四处翱翔 让我背进你心房 不凭昨日的忧伤